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国第一气功大师吗 话说中国规逼大师啊 这个包王终于研究出如何打这个小鸭的方法了 遇到八珠门就直接胜包子了 包子殿中大珠手底啊 这个针对性非常的强啊 包的针对性选人的话确实有一套啊 而且小鸭这场的话也是惨败啊 关键是他输了之后面换了角色还是不行啊 目前用正常的这个阻力啊 八珠门 大珠不带好搞啊 那距离拿捏的死死了呀 越打越急了 能量产生有用吗 哦也还敲了一下 刚刚哎 产生好 低死了 小鸭被打击之后后面也是放了角色啊 有点上头啊 我们看 好大门上来 嗯不要满冲啊 要AB他如果是漫步的话 你AB都得 都得中 哦也要吃必杀了 优秀 就是过不去啊 拉好距离 你过得来吗 空血 然后斗转心仪啊 比分来到了2比9 你敢信啊 小鸭输了好几局之后发现不好用啊 然后上了赫巴西组合啊 赫巴西组合上来的话还是能够打一两场的 但后面的话 霸王慢慢的掌控了节奏啊 知道了如何破解 这个小鸭的打法了 已经是四年的小鸭这个赫巴西组合了 这个赫巴西本来是很霸气啊 现在是很憋屈啊 遇到的一个包子 反驳还是挺快的反应很不错 CD刚完 那能AB吗 小伙子 点一下 你跳不跳 这个距离我就发不安全的 继续下低 腿半半死你啊 哎呦 制空时间太长了 那么远 你跳得过来吗 暂地也可以打你啊 天龙也可以打你 有点上头 二发的八神暗到底打包子 应该好打一点了啊 由于上头了 已经乱了节奏了 方寸已乱了 王八权 刀牌动作 哎 这把战逼没点中 漂亮跳波 这反应 直接秒掉了啊 嗯 有点东西 霸王就是很勤奋啊 天赋不够啊 勤奋来臭天道酬勤 天天打天亮杯啊 一天打好几好几十场 他不厉害谁厉害是吧 好继续点 先归进版边 我有舒服 那能AB吗小伙子啊继续点啊 最终是2比10大胜啊 厉害厉害啊 好关注学学不会走六